嗨,那又有各位屏幕前的男朋友们女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每周日正次为你们带来的变形金刚魔玩每周看每周为你们带来变形金刚界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上一周也是给自己放了一个星期的假,一周没见,大家有没有很想我呢? 那么还是老规矩,先来看一下官方本周发生过什么样的新闻吧 MOPG这边的雷电新成员也是放出来一组新的官图宣传照片 这一次就有特色片那味儿了,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日本人很喜欢,也很适合拍这种类场景型的这种玩具照片吧 很不错啊,官方这个摄影师很有味道的摆出来了一些应该有的玩具的素质吧 但是就玩具本身来说嘛,肚子面前就好像有一种什么错觉呢? 穿了厚厚的防弹服吧,那马甲特厚啊 接着是众筹的史达,所谓的众筹版嘛 结果也是放在了这遗产线里边 这一回呢,也是最终完成了以后呢 它的包装样式图也有了 峰会的样式有一种二次元赛鹿鹿式的手绘画风的感觉吧 而且这个也能表现出来很日式机甲的,或者说很勇者风嘛 毕竟是零号勇者嘛 而且整体来说嘛,这一次毕竟作为一个众筹版嘛 也是象征的它的限定性吧 所以呢,这一次的盒子的包装也是挺有意思的啊 我觉得这种感觉会特别棒吧 有一点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两千年那个时代 就有点像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吧 不计成本的制造一些手绘的动画片的感觉 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那个年代的动画的 那接着来看呢,就是这一款新出的隔板了 隔板在这条遗产线里边整了一个新造型啊 也是类似于这种武装的装甲车吧 或者说是军队里边的运输车 其实隔板这个家伙还是挺可爱的 无论是零八动画,RTFP里边人气都挺高的 这一回在遗产线里边可能会有什么新的剧情吧 不过隔板这个大方胸啊,看起来就怪怪的了 和之前的那款阿尔西摆在一起看的 就莫名还挺搭的 反正我想了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个玩意将来会不会重图一个热点 阿尔西重图一个车者 那守护神后续的这么多角色又有了吗 我猜的官方可能后续会这么出吧 RSPike呢,小动力服这边也是看了一些实物的照片 接着是一批BW线角色的重图版了 其实怎么说呢,遗产线里边很多都是这种换壳的包装吧 而这一次呢,也是把老模具重图了一个新的配色给放了出来啊 也是当时在日版的BW玩具里边很多的一些配色吧 其实在美版里边好像也有吧 但是也挺稀缺的,这几个家伙呢 反正我觉得喜欢BW的朋友们应该不会错播吧 包括一些老的BW粉丝啊 不过仔细看一下,这条重图线里边好像有一些新的模具 还有一些是世界初那个时代的一些老玩具吧 感觉进化方面嘛,并没有太多啊 但是呢,也是为了满足一些朋友们的这种追忆感吧 就看这个东西做出来做工素质如何吧 反正现在嘛,基本上就是一个炒冷饭了 这个没有什么嫌疑,就是炒冷饭 但是新部剧这边就来了 上一周官方有一个新品的直播发布会 也是放出来了后续的恐龙成员,淤泥 这个淤泥呢,变形看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机器恐龙大体脱离不开G1的那个老套路 但这一次呢,起码淤泥做的也像那么七七八八啊 而且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偷胶空洞的地方 其实SS这条线的机器恐龙做的还是都不错的啊 包括巴洛大电影后续的这些垃圾星人 之前我们也有看过嘛,用营救车重图的 但说实话,营救车这个模具在八家的玩具线里边 属实设计的还不错吧 反正起码变条阿尔西桥啊 都是变个摩托,人本身就是一爷们嘛 而且嘛,在身上改动了一些细节之后 也是向着把垃圾星人上面的某一些特殊的一些造型啊 也给你还原了出来 其实还蛮好啊 这个模具将来以后应该还会出很多的角色 垃圾星人其实的造型来说还特别的多啊 其实我觉得这一派的角色设定有点像什么印第安人的那个意思啊 然后是外传的SS线里边新模具来了 阿尔西,说是新模具吧 我觉得吧,如果我没猜错看这个结构有点像大汉 之前我也猜这么 阿尔西会是用大汉的那个变形设计来改模重图 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吧 可能腿部的变形有一些细小的改动 以及后续的一些框架嘛 稍微改一改 但其实来说啊 大汉那个模具设计的真的挺有意思的 简简单单,设计还挺取巧的 而且两个造型竟然没有什么太违和的地方 包括这一款的铁皮 其实就是之前出的救护车重图了 不过这个也没什么太爱嘛 反正自古以来 铁皮和救护车本身就是一模具重图出来的 无所谓 反正就目前来看吧 SS这一波里边外传的这些角色 做的都算是比较用心了 就可惜嘛 现在的官方嘛 一些承拨控制偷胶空洞的地方 你没有办法避免 真的如果说能把这些地方的偷胶空洞问题解决一下 再稍微的上那么一点点的心的话 那SS外传这条线 我觉得真的有一点堪比老经典时代的那个魅力啊 特别棒 不可变形的这边 R1D系列官方这边出的 就可动的大脚仁吧 之前的擎天柱啊 其实那个擎天柱造型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不可变形 虽然做工质量非常非常的差 这一条线整体的做工水准 都是官方的一些地板了吧 基本上是最垃圾的那种做工质空洞 这一回呢 擎天柱重图的白桶也来了 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嘛 毕竟擎天柱这个模具一本万里 各种各样的重图也会各种各样的来的 现在白桶有了 那么后续的什么黑的紫的 是吧 安逸圆的了 绿的了 灰的了 这些肯定也会慢慢的来 这里就想到 他咋不出红蜘蛛呢 出红蜘蛛 那岂不是图的更多 但话说回来啊 官方肯定会出的 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嘛 反正他也不可变形嘛 只要造型做的帅点 我相信买的人还是不少的 然后 R1D线同款的TFP的击倒 这个家伙也出来了 之前我没有看过那个图片吧 就觉得这款击倒 如果说抛弃了变形形态 这个做的真的太美人了 而且这回看到了食物以后 其实还不错吧 但是可惜呢 这个胶的塑料颜色的这个质感呢 太突出了 这并没有什么的金属的光泽感吧 反正毕竟这一条线是一个廉价线 所谓的官方廉价线啊 其实官方一开始卖的应该是走向低端的产品 但是后来发现这条线其实卖的并不便宜 结果呢 质感嘛 就太塑料了 其实看起来的效果很差劲啊 如果说这一条线里边把这些角色都精涂一下 我相信应该会卖的比现在好吧 就像基岛这个角色嘛 毕竟他身上这种亮亮的漆面 还有里边那个灰色如果来涂成银色 或者说更亮一点的电镀色的话 那相信这一款的基岛会相当的受欢迎的 但毕竟这还是宝嘛 对吧 你又不是第三方授权 他会给你用心的去做涂装 官方这个其实看看就得了吧 毕竟这个给小孩子们玩的嘛 对吧 我们就不争什么了 接着来看大人玩的啊 风雷模型这边又公布出来了后续探长的这么一个 这个算什么事母的照片吧 虽然说后续的一些图片还没有给到啊 但大体看起来应该是跑的八九不离十了 但这个头雕感觉莫名的像感知器呢 Banana香蕉之力本周也是公布了他们后续又出的这一款神代神之铠吧 看这个线稿图应该是超神合体以后的样式了 老规矩食物图来了以后我们再说话 然后这家名叫BT的公司公布了他们的第二座新产品 也是外转线的铁皮 其实铁皮出来了救护车应该也是会跟进的 毕竟同一个模具嘛 稍微改一改零件的造型啊 重突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座的震荡波 其实我觉得在圈内受好评度应该也还可以吧 毕竟他卖的第一个不算贵 第二个反正无功无过吧 至少他起码做的一些涂装了造型了还是不错的 但可惜他那个伪装形态跟官方有了太大的出入 官方的震荡波啊 其实说白了就是TFP改了一个造型 但这个BT家呢 他等于异想出来了一个激光枪的一个造型吧 反正我觉得喜欢激光枪震荡波的朋友应该也有人在啊 那么看一下铁皮将来以后是什么样的素是吧 小比利这边吴医生的极小系列本周公布出来了 红金闹三人小组 小飞机 哎呀你看看 这就是很聪明的了 飞机一出来各种各样重突的配色 那还会远吗 所以呢 一个模具出来 重突三个角色 直接卖成一个编队的处 那无论是官方和第三方 哪家做都可以 可以说吴医生这条极小系列 现在算是玩明白了啊 而且看起来变形也并不难嘛 包括他最后变成的飞机样式 让我想起来上一周做美洲砍兽 我们看到的那个核心级闹翻天 好像跟那个变形有点相似啊 也是把两个小臂放在了翅膀的下抱 拳头冲起来 看一看最后这个东西出来以后的变形设计和官方那个有什么出入吧 反正目前看起来变形应该是蛮有意思的 它等于是打掉了个个吧 鸡屁股的那个地方应该是胸口的位置啊 反正能在这么小的一个尺寸里边做出来这样的变形结构 其实也挺取巧的吧 就是千万别是那种一啪变形啊 但是看目前这个腰部吧 应该有一些小的设计心思在里边 具体嘛 还得看实物素质如何 但也是能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吧 如此小的一个尺寸 在飞机形态下有两个转动的轴就挺碍眼的了 可能说也是没有办法隐藏必要 这个地方应该是180度的折叠吧 所以呢 这个外暴露的轴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美贵 但它毕竟是个小比例嘛 说起来小比例这边的合体金刚啊 招财猫在本周公布出来了两款剪影图 首先看这个兽王应该就是大兽神了 那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不包括还是宝这边有出过 超和精魂也有出 包括一些其他的公司 其实来说大兽神这个恐龙战队啊 对于国外这边人气度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国内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这一款所谓立王 也就是大力神了 其实看这剪影图效果还是挺帅的 身体的这个比例有一点很漫画式的造型 但仔细看的话呢 它竟然是可以进行四变的 也就是说除了组合的形态 还可以单体的变成人 变成他的伪装的载具 还有就是可以合体变成一个小匣子 也就是说最后应该是变成了六个方块 把罗在一起 同时有加强了灯光效果的一个面部 透露出来的样子 其实也挺好看啊 并不丑 很期待这套大力神最终能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素质 小比利这边越战越勇了 最后是TA方面的消息 本周看到的是金属变体霸王龙的一个试制件的图吧 基本上和动画片里边还是非常接近的 而且有一些地方的细节刻画的也是比较细致了 好像是在原版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更加还原的一些改进吧 那么得嘞本周的摩尔每周看新闻资讯部分大概就到这里了 以上的素材全部来源于网络和微博 真正子负责个人收集整理顺带吐槽一下 那么欢迎大家下周日同一时间一起锁定频道 我们一起来聊新闻 我是真正子 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拜拜